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那最近美國先生還有別的消息 包含了像美軍說 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叫 閃電戰艦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了 航母 航母時代已經過去了 等到航母千里迢迢 載這麼多的艦載機 來到某一個戰場 可能馬上被當成目標 直接被轟掉了 美軍現在推出一個叫閃電戰艦 就是說呢 我們帶這個兩棲攻擊艦 速度比較快 那我們不要載那麼多艦載機 我們可以帶少一點 好 期待呢 F-35B的小型的 這個艦載 少量的艦載機 變成小型的航空母艦 那商業內幕 有一篇報導 他就說呢 美國海軍跟陸戰隊 他們用美利尖級的兩棲突擊艦的 第二號艦 迪利玻里號 然後呢 要對這個閃電戰艦來進行實驗 就加州外海 他們的實驗呢 就是讓這個 讓這個兩棲突擊艦喔 然後呢放上了F-35B 大概20架這樣的一個模式喔 那這個美國第七艦隊的司令湯瑪斯 他說呢 閃電戰艦的戰力比中國現役的航空母艦強得多 請問是不是打廣告 我說美軍自己在打自己的廣告 這個現在這個閃電航母的概念 其實我們要把它往回看一下美國整個在印太海軍的整個作戰的規劃已經做改變了 剛剛湯老師有提到說美軍已經逐步退出第一島鏈 現在它現在整個戰術規劃上面叫做所謂分散式沙傷 什麼叫分散式沙傷 當然就是以前美國用航母這種大艦隊大旗艦艦隊的概念呢要慢慢把它打破 因為這種大旗艦艦的概念呢 很容易在中國大陸所謂的A to AD啊 就是反接路跟趨際的彈道飛彈的攻擊範圍之內 而被殺傷掉 那它是要把它分散 就是說我現在不要那麼大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可是我那天要具備某種程度的自空自海的人力 所以他們就想如果把以前海軍陸戰隊在用的兩旗攻擊艦做個轉型 什麼叫兩旗攻擊艦呢 海軍陸戰隊用的那個登陸艦有兩種形式 一種形式是以裝帶登陸艇為主的 那就是一般的我們把它當作一種貨輪好了 那另外一種呢它有所謂直通式甲板 直通式甲板上面現在的那個兩旗攻擊艦直通式甲板上面 就是一大片甲板就像那個西基上面左下角那個地方 一片那個地方 那這種直通式甲板上面呢 現在目前起降的都是屬於直升機比較多 為什麼直升機比較多 因為他們要建立所謂海軍陸戰隊在登陸的時候 三漆攻擊 三漆就是包括空中攻擊的人力 海陸空一起攻擊的人力 好 因為美國那個F-35B的出現 其他米線已經有那個海鷹 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機 但是現在因為F-35B是戰鬥機 可以短場起降 短場起垂直降這種戰鬥機 就短場就可以 就是在這直通式甲板 這麼短的跑道上它就可以起飛 然後像螢幕上看到 它就可以直接降落 這種方式垂直降落 可以讓所謂的這種兩漆攻擊直通式甲板 也具備所謂的戰鬥機空中打擊能力 那所以他們現在準備把這個 美利堅級的兩漆推薦做個轉型 如果都改成F-35B這種可以垂直起降的這種戰機 如果有20架的話 它戰力還蠻強的 它為什麼講說打廣告 說比現在中國現役的航母 它是相對現在的遼寧號跟山東號而言 因為遼寧號跟山東號尔它目前上面的艦載機是殲-15 殲-15跟F-35是不同世代的戰機 那所以它是用這個來講說 我的打擊彈力會比你強很多 那這個整個大架構呢 是美軍在我剛講分散式殺傷架構下面一環 它其實還有其他東西在做 也就是它慢慢會放棄所謂大航母時代 它也不得不放棄 美國現在有11艘所謂的大型航母 包括黎米茲級跟所謂福特級的航母 10艘黎米茲級一艘福特級 講真的 在港的時間比出海的時間還多 在港維修的時間比出海的時間還多 那福特級又 他們想用福特級來代替黎米茲級的航空母艦 但是黎米茲級也很久了 但是福特級又好貴 貴了一塌糊塗 所以在美國為什麼第一條講說2023年 可能是這一年來對中國對美國最大軍事挑戰 其實這整篇左邊這整個講起來 都是美國在要國防預算的意思 它必須把中國當時講得很可怕很可怕 然後最下面那個講的閃電行業 這個閃電這個是light light也是輕的意思 lighting就是閃電的意思 它是light carrier lighting carrier 它是這個概念 這整篇講起來就是美國為了讓它2023年 財政的國防授權法可以通過 它必須講中國大陸的威脅很大 然後我需要什麼需要什麼 我們上次上談到B21有提到一件事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這樣講 B21現在到底能不能飛起來是個問題 這是原型機啊 到底哪個時候可以晾場都還是大問題啊 就講得像神一樣 這有點太離譜了 所以我想前這邊講的這一些新聞的 基本上就是要國防疫算用的 所以真的是打廣告 但是最近F35B好像也是有一些狀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前幾天曝光的一個畫面 就是F35B這一架要加1.013億美元 但是墜機的瞬間就沒了 所以也讓大家看到了 美國最近雖然說有很多新的一些戰機 或者在軍工產業 他們拼命的說比中國大陸厲害 但是呢出事的機率也蠻高的喔 博士你怎麼看 這樣子喔 其實今天我記得還有提到B2 後面有提到B2的出事機率也蠻高的 我把它綁在一起講 B21就是B2的下一代 有人說B21是21世紀的隱形戰略轟炸機 那美國的B2轟炸機大概有23架左右 就是不多啦 輸價輸不多 它最近也出了很多問題 那我們把B2轟炸機跟F35出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有談到 在韓國的F35狀況非常多 我們提過這件事 那時候我做的推測是這樣的推測 就是說如果韓國出現狀況這麼多 是個個案的話 我就把它歸類成說是 韓國的維修補保有問題 如果F35在全世界都出問題 那我就不會說韓國有問題 全世界的F35有大問題 墨西哥工人 晚上加班做的 而且這一次會曝光是因為呢 旁邊有很多人在拍 當時候軍事民本來大家很高興 本來想說拍F35降落 結果沒想到降落之後 機比朝地 對 然後大家就發現說 哇 變成一場crash啊 對 不過雖然這個crash 現在螢幕看到這個滿成功的 飛行員有即時的討生 它那個彈射影是非常好 就是所謂00彈射影 零高度零速度可以彈射 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不談那個彈射影 我們談那個F35B 如果現在統計起來 有這麼多的問題的時候 我從軍工的角度來看 只有兩大塊問題 第一大塊問題 是設計上有重大瑕疵 當初F35系列的整個 ABC系列急著要推出 裡面有設計的重大瑕疵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掌握住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可能有該換的零組件 沒有按時換 沒有按時去做保養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 美國軍方的話 那這可是表示美軍生鏽了 連美軍都生鏽了 我記得上次我們在這邊聊 那個F35在韓國的情形的時候 那個我們帥將軍 有特別提到機工長的重要性 飛行員都非常尊重機工長 因為機工長是他起配一切 保他命的一切根源 如果今天問題是發生在 保修的問題的話 那我就會說 美軍的整套系統生鏽了 如果包括等會 如果有機會提到B2轟炸機 他那些項目 我把仔細每一個拿下來看 通通都是保修問題 保養修 就是譬如說該換的零件沒有換 該做的東西沒有做 而造成什麼進水這些問題的話 那這些事情 如果這是F35 比如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出包 降落的時候出包這件事情 如果也是發生是 所謂的那個保養 有瑕疵的話 那我就說美軍出大問題 所以現在我覺得 F35雖然美國現在全世界賣3000多架 還是很努力的在生產中 這邊其實有一個東西 日本對F35也不太想要了 因為它可能不符合對抗殲20的需求 日本認為美智兼F35 不符合對抗殲20的需求 然後他們想跟那個鷹益 就是合作做另外一種的戰機 對 第六代戰機 第六代戰機 所以是美國 日本也不看好 F35 對 也就是說 如果這些新聞 通通串在一起的話 可能F35 真的有不可告人的東西 它設計上有不可告人的東西 就是說它看起來很神勇 很棒很棒很棒 但它裡面有些東西 有個重大轄戰 它不可告人 那不可告人 我當然是不知道啦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是把所有的新聞串起來 就是說從上次南韓 他們會F35的失效率那麼高 172項 我還特別提到說 它裡面還包括不能起 就是類似說 叫停飛的那種事情 發生事件發生 這是很嚴重的 其實美軍 他們在今年就有停飛F35 然後進行檢查 他們自己停飛 然後8月的時候才復飛 當時候是說 彈射系統可能有缺陷 8月的時候全數復飛 然後10月在猶他州 也發生過F35的墜毀 那當時候的飛行員 也有成功跳傘 然後呢 前幾天又發生了一起 所以表現的彈射 彈射也很好啊 明明彈射也做得非常好 但如果要整體價格 F35整個設計 可能有太大的問題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是美軍的補保系統 開始螺絲鬆的話 那整個美軍的戰力 我就開始懷疑了 會不會太過分了 我會不會太過分了 這個問題你也是 對手說 一天已經快檻了 不然是 有興趣的 會不會太過分了